鉴定一下网络任何视频 这种情况一般真不常见 但这确实是伪利情况的发生啊 规则中有一条 执行制球入界的队员 不得在球接触到另一个队员前 出击在比赛场地上的球 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就要记住了 下次我们碰见的时候就会处理了 关于接球的时候中枢脚的判定啊 双脚分先后落地呢 先落地的脚就为中枢脚 双脚同时落地的话 任一只脚都可以做 原始平林区也是众说纷纭啊 我认为这是一个脚分先后落地的情况 那左脚就为中枢脚 那投换中枢脚呢 是启动走步了 转身的零一两步都可以作为中枢脚 那选择左脚作为中枢脚呢 后续抬起中枢脚的头篮呢 球位出手 中枢脚又会落到地面上 那这是一期典型的走步为例 这个视频的考点 就是判断收球点的问题了 那动作的想法很好 但是不能忽略一点啊 这个单手加注球 它也是收球情况的发生 所以零步是缺零在右脚上的 随后一二两步 这一步就该起来投篮了 那是多了一步 挺可惜的 走步了